我们在奥运开始以前已经把国旗摆在上面了 很显眼的位置 这样我觉得让过来看奥运的中国人 可以感觉有这种归属感 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这个红旗就直接送给他们 我们这个店铺就是在 有排球赛 乒乓球赛 举重赛 手球赛的比赛场地的对面 如果是有中国人想要寻求一些帮助的话 我可以帮他们 比如说是可以给他们弄充值卡 包括交通上面的地铁卡 或者有一些人他有很多行李 我就可以让他们把行李算是寄存在我们店里 我也希望中国这次多拿金牌 然后可以取得每个键儿都可以取得很好的名次 这样我们也会感到很振奋 在异国茶厅也会感到很振奋 不断地看到中国的这些变化和发展 包括中国品牌的出海 在海外市场 以这个不断地以提高自己的质量 品质提高了中国品牌的这个声誉 我们作为海外华人也非常骄傲 那他们现在很多法国人 他也提到很多中国的东西都是又好又便宜 这我们也是非常骄傲的 因为我们在场馆这边 每年都有很多展会 高科技展会 各种产品的展会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厂商来参展 而且就是越来越好的品质 非常骄傲 餐厅里面用的那个碎冰机 以前呢就是两年以前 我们要去买那种专业的嘛 因为家里用的可能很快就坏了 在法国产的话要300多块钱 然后前两天就是为了奥运嘛 我们就想着必须要买一个 然后问了法国人 就是旁边餐厅里的 他说你就有个小机器 几十块钱就行了 然后我们网上一看都是中国产的 就是大概70块钱就可以了 而且非常好用 质量也很好 中国奥运健儿加油